要从项目里面删除掉Git已经跟踪的文件 也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直接在文件系统里面 找到这个要删除的文件 然后把它们放在垃圾箱里面 再用GitRM命令 把这些文件或者是目录 从Git里面删除掉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 直接使用GitRM命令去删除文件 比如我们要删除 asset CSH这个目录下面的 您号-sim.css这个文件 你可以在文件系统里面 找到这个文件 然后再把它们放在垃圾箱里面 或者我们可以使用GitRM命令 直接去把它们删除掉 这里我们输入GitRM RM表示remove 也就是移除的意思 后面要加上要删除的一个 具体的文件的名称 要删除多个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空格 去分隔开不同的文件名 如果你要删除整个目录的话 包括目录里面的所有的文件 可以加上一个-r的参数 表示地规 然后再加上目录的名称 这里我们要删除的是一个单个的文件 可以直接去指定这个文件所在的位置 是在asset 这个目录的下面的CSH这个目录下面的 您号-sim.css 查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用GitStatus 这里会提示 有一个将要被提交的一个修改 Deleted 删除了asset下面的CSH这个目录里下面的 您号-sim.css这个文件 这个时候您号-sim.css 已经在工作目录里面删除掉了 下面我们去提交一下 用GitCommit 加上一个描述 删除了asset下面的css 您号-sim.css 要注意的就是在使用GitRI命令去删除文件之前 你要确定这个文件已经在GitRepository里面了 并且没有将要被提交的一个修改 也就是如果你修改了这个想要被删除的文件的话 但是还没有去提交它 Git不会让你去删除掉这个文件 你需要去添加这个修改 然后提交才能够去删除它